好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开车在高架桥上 路间停放一辆吊车 仔细看原来是一辆消防车被追撞 好几名消防队员站在路边等待救援 而后方的乡型车 车头几乎全毁 安全气囊也爆开 这一车祸就发生在新北大道三重路段 一辆消防车上午接获 驾驶报案说车辆的引擎冒烟 立刻到场处理大约十分钟后 准备回去的路上遭到一辆乡型车 追撞后方车的车厢管线破掉 造成车上的水不停漏出来 幸好车上的清零消防队员都没有大碍 而造召叙的是31岁的灵性驾驶 当时追撞消防车也造成自己的手脚多处擦伤 紧急送医治疗 详细的召叙原因还要等他伤势稳定 才能够制作笔录来厘清 应该是为你转我接应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